啊 又到了每周周三的轮换地牢更新了 这里是一只长谷了 现在就和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地牢的全部详细信息以及攻略吧 其实每周的地牢地图我都会在星期二的晚上八点直播制作 所以大家不用通知我地牢有没有更新 我做地图的时候可能你还在呼呼大睡 地牢地图的制作全过程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如果各位觉得up主还挺辛苦的话可以多多点赞哟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感谢各位的支持 本期地牢是暑假活动的第二个婚姻地牢 也是最后一个 地牢是困难难度的冰霜地牢 泰克宝箱蓝图是饰料转换器 普通泰克护腿防缩弓以及泰克胸甲 和平生物有跳鼠 腹子龙 大脚鹿 兔兔鸟 地牢的生物关卡其实还挺简单的 首先我们需要往左走来到第一关 双脊龙加三尺龙领主 这一关要优先击败三尺龙 可以使用流星锤将它套住 但要记住如果你没有带兴奋剂 那你是真的打不过它 套住三尺龙之后可以拿宝石限量枪随便打 流星锤的有效时间是30秒 这并不足以击败三尺龙 所以最后还需要拿刀砍一下 打败这一关之后继续往左走 来到猪鹅这一关 这关的话是阶梯防 当机可以直接退出重镜 直接通关 连接的话可以用流星锤将猪鹅套住 或者说拿平底锅敲晕 然后再打 完了我这里就退出慢了 还需要打败这一只才可以通关 那就来吧 直接拿刀砍 在地图的这里就是钥匙了 拿到之后咱们就回其实点吧 往门的方向走 这里会有一个必须经过的冰坑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难度 我就是直接跑过去 有手就行 有脚就行 来到门后的第一关是大地囊加冰野 大地囊是没什么 但如果它打到了这些冰野 那就会获得一个昆虫狩猎者的buff 减伤还有伤害加成 这非常的恐怖 我们可以通过房间这些柱子 把它卡住 让它打不到我们 然后用Boss限量枪趁机揍它 这一关是本个地牢最难的一关 打完这关之后来到爪幅关卡 这里也是阶梯房 咱们直接可以选择退出重镜 判定直接通关 哼 通关 拿来吧你 最后就是一齿龙加剑龙了 剑龙打头有双倍伤害 一齿龙的移术也非常那么 没有任何的难度 总而言之 有手就行 最后就是Boss关卡了 Boss是在杀广兽Boss房间里的 浴火巨鹰Boss 听起来很绕口 但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关的Boss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巨鹰的攻击间隔 以及它的伤害 就根本不足为惧 直接呢Boss现场枪打它就行了 我甚至都不需要走位 毕竟巨鹰恐怖的就是 它房间里的那些岩浆 现在没有岩浆了 你不就是一头会飞的走地机吗 那好的 本期视频差不多到 是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以下就是制作地图的全部过程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这制作究竟有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